最近有一些谣言 有一些恶意的放话 绝对不是事实 国民党绝无可能换猴 也绝对不会卡猴 我再次强调 绝无可能换猴 也绝不可能卡猴 所有的关心 所有的提案 都是在帮猴 所有的活动 都是在挺猴 希望我们洪友宜 能够更好更强 常委他们要提出 就是希望可以整合 所谓的三阶段的整合的 这个部分 不过今天这些常委 几乎都没有到 那有传出说 秘书长黄建廷 有私下打电话 想问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转述今天常会进行的情形 今天常会 当然我想大家都有听到 主席的谈话 之后我们通过征召 台中的选区的林嘉欣同志 前去选举 另外之后 有通过了一个考机会的提案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 请各位常委来自由发言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联署提案 那我再必须跟大家重复一次 今天的常会进行的非常地顺利 并没有所谓任何的提案 那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什么样的运作 我并不清楚 但是今天的常会确实非常地顺利 那有三位常委发言 包括曾常委 康常委 还有王伯隆 王常委 都有提到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 不要每天在检讨自己的候选人 而是要看看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团结 来寻求胜选 这个大概是今天 这个常会的气氛 这就是这种酰稿